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吃点 早知道在外面吃会被当做国保围观 还不如在里面吃呢 好好吃你的饭 不用管它了 方医生 这学习呢 这都看到工具书了 你说你都临床这么多年了 这怎么了 基本功忘光了 开始大学那套 实践 要说这顾云征啊 找你当医助 真是有勇气 我就想没准哪天 她这手术台零死亡率 会在你手上了呢 开玩笑 开玩笑 不用你管 我自己会克服这些问题 小方啊 你看这个努力 都会有结果 但它不一定是成果呀 所以听个一句劝啊 如果觉得实在不行 那别硬撑着 干脆放弃得了 不能放弃 琼琼 我觉得方医生以后必定大有作为 因为她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儿 并且每天都在想解决方案 不像有些医生 除了嫉妒别人的实力 一遇到点困难 只会放弃 多去看看名人传记吧 有多少人出道急巅峰 最后一无是处 又有多少人晚年才发力 方医生一定是后者 这位医生希望你不要是前者 这女朋友啊 小姑娘嘴真厉害啊 别管她 谢谢你 佳佳 以后谁要是在盖大紧积极心 我将免就把她怼得满地照样 好 你继续吧 请进 你怎么又来了 你说呢 怎么了 里面太闷了 去外面吃 去外面吃 你确定 确定 来 多吃点 去吧 早知道在外面吃 会被当作国宝围观 还不如在里面吃呢 嗯 好好吃你的饭 不用管他们 你不理他们 他们自己就散了 嗯 我脸上是有什么东西吗 你吃饭的样子 还是一点都没变 习惯一旦养成了 是很难改变的 即便你再怎么伪装 也是没有用的 怎么吃个饭还被人点听啊 我吃饱了 哎 好好好 我不说了 你照顾病人辛苦 多吃一点 苏维安 你到底为什么 你再这么多问题 我就又吃饱了 好 我不问了 我不会逼你 但是如果哪一天 你想主动说 我随时更好 我随时更好